好的 大家知道嗎 有非常多的女性上班族 在下班之後第一件事不是回家 而是衝去健身房 去跑跑步啦 裂面重訓 像是我們小腿機 非常發達的甜不辣 她肯定就是有去健身房 當然有啊 我很會坐跑步機 或是踩一些讓屁股翹的 那我們的喇叭情報員呢 我在懷孕之前呢 非常熱愛去健身房 而且我去健身房 不只坐跑步機而已 我很會拿那個 我因為太怕自己受傷了 所以我都是有找專業教練來指導 是 所以妳不高的原因跟航太主持 我做的時候就長這樣 我知道上架就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因為妳早就定型了 是 但是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全民封建身 小心 頸椎 腰椎還有肌肉 是容易受傷的高危險區 這三個地方 非常容易因為你的姿勢不大 或是施力不正確 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太壞 這三個位置當然有這麼多脆弱嗎 於運動就容易受傷嗎 是這樣嗎 陳漾鴻 其實現在因為健身房很風行 大家都想要去健身房 健身房其實有很多器材 其實如果沒有好好教練去指導你 其實是很容易受傷 其實我有一個例子 大概一個三十幾歲的女性 她大概痛了 肩頸都痛了大概三個月了 她只知道最近這一個禮拜 她開始熟嘛 她跟她男朋友來看 她男朋友就說 因為她最近都去健身房 可是我問她說 妳去做什麼運動 她就跟我說 她就像妳剛剛說的 她拿一個槓鈴做深蹲 這是現在社群網站 非常瘋狂的一個拍照 所以她就做這個的動作 這叫做背蹲舉 她就說扛著槓鈴深蹲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有效的深蹲的動作 可是呢 如果沒有教練的指導 你就很容易受傷 我那個病人為什麼會受傷 因為她在扛著這個重量的時候 叫她男朋友拍照 第一 妳扛著那麼大的重量 有時候妳肩頸力氣不夠 手力氣不夠的時候 妳脖子就像剛剛成功了 脖子就好像脖子來了 對 可是當妳脖子負重的時候 其實妳就變成妳的脖子在扛槓 可是妳脖子扛槓的時候 其實是最危險的時候 而且妳那時候又在做深蹲 妳那個椎間盤就突出 所以它就變成說手會開始滿 然後它這個地方 也變成兩塊的筋膜炎 女生其實妳的脂肪含量是比較多的 而且妳沒有循序漸進 量力而為 妳就很容易造成 第一 腰的椎間盤突出 還有脖子的拉傷 那輕者可能這邊的筋膜的拉傷 所以在做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循序漸進 其實是非常重要 運動受傷除了到復健科報導之外 一般人可能會以為那是肌肉痠痛 乳酸堆肌 幹嘛的 真不舒服 加一顆 開個藥好了 對 是不是姚醫師 是啊 我們台灣的民眾 針對運動議題 大概有兩個錯誤的模式 一個就是不動 我腳不會走 我只會眼睛看 滑手機 嘴巴講 這是我們的休閒模式 第二個就是 在我門診就碰到一個女性朋友 她很堅持她的運動是對的 她真的是上班族 她就去強迫自己買了一個 運動課程的那個運動教室訓練 一下班就去衝到那個教室裡面 去找那個跑步機 跑步機就給她調成中等強度以上 這樣跑完 剛下班 肌肉僵硬 沒有做伸展也就算了 馬上上跑步機 跑一個小時 第二天這個 對啊 這個來就診我們就跟她警告說 妳千萬不要隨便做這樣 強度的運動 因為妳要熱身 妳在疲勞肌肉狀態之下 沒有伸展完 妳就這樣做 很危險 結果下個禮拜她來 不是只有腿而已 她不跑步了 她去弄重量 真的就是 像前面講的 她用錯誤的姿勢 又沒有請專業教練 身體僵硬 也沒有熱身 也沒有伸展 我們說 那妳這樣子的話非常危險 妳如果說不好好休息兩個禮拜 停止這樣錯誤的運動模式 妳這個運動傷害可能會是終身的 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問題 所以健身基本上 錯誤的姿勢 跟錯誤的姿勢 對 都很嚴重 更嚴重 像被人們現在懷孕了 基本上健身房應該沒辦法去了吧 就是現在運動量變得很少 因為懷孕之後 我的醫生有跟我說 妳還是要保持運動的習慣 但是妳的強度 要降到百分之大約30就好了 其實我們都很建議 孕婦其實都要保持 但是這取決於說 妳在懷孕之前就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真的有遇過那種病人 就是因為這幾年很瘋之運動 他就突然想說 好 我最近懷孕了 那我要開始健身 不對 可是這個順序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想說那我要保持體態 但是妳要一樣 就這樣量力而為 取決於什麼重點 就第一 妳要在前三個月之前是不行的 因為這時候 保保胚胚胎是不穩定的 像童龍蝦 其實基本上她的周數已經夠了 其實是正常的運動其實都OK 但是就是真的 增加腹部壓力的一些運動 還是會減少 原因是她腹部壓力越大的時候 妳可想的這種 妳腹部這麼大 保保現在住在裡頭 妳沒有脂肪 有腸子 有什麼 妳肌肉在這時候 突然間一直瞬間長很大的時候 妳保保就會跟妳對抗 就很像 突然懷孕過女生的症狀 吃很撐的時候 妳保保就會很活躍 因為她就是覺得激 她就會空間變小 其實我之前也有 就是有健身教練是我的病人 但是她真的是每天 一個禮拜七天都在運動 像那時候 到大概四 五個月的時候 其實保保都很穩定 那時候我就跟她說 其實妳可以照常 但是妳只要覺得累 妳有負擔 妳就必須得休息 妳必須得休息 妳不能讓自己過度的累 因為太累的時候 保保 那個妳會有工作的情況 但是妳來看她有在健身的時候 她來健檢 她來產檢的時候 她已經八個多月 她的週數看起來 就是大概這樣五 六個月而已 因為她的線條就很明顯 但是就是很多媽媽 現在是追隨網路上或是網紅 或是怎麼可以 媽媽還可以健身 生成這麼苗條 就是往那個方向前去對不對 但是妳必須要跟妳的醫生溝通好 對 妳的適不適合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這個的 所以我真的有病人就是 突然下定決心 我要再孕婦實習 我要練出八塊劑 就是可以不要再孕婦實習 八塊劑 但是適當的像桐蓉這樣 但是我其實我最鼓勵 因為我孕婦做什麼 如果平常妳沒有運動的習慣 游泳 游泳是個非常非常好的運動 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尤其是在上班的婦女 我們整天站著 妳可想而知 我們平常站著 就可能會腰酸背痛 妳現在一個人背兩個人 所以妳腰部的那個 重量會非常的大 除了一些伸展的運動之外 我都很建議孕婦 可以有偶爾去泡泡水 然後浮起來 因為無中力的狀態下 其實妳的脊椎可以收到 可以有一些舒壓 筋骨就會比較鬆軟一點 其實就會比較舒服 所以不是說孕婦都不能動 最常都會遇到孕婦說 醫生 那我現在懷疑是不能運動 有些是很開心有沒有 帶著嘴角上癢 我現在就這樣一邊去動 不再得到醫生的認同 不是 是少量 適量 但還是會建議要運動 除非妳今天可能已經有一些 慘照或者是妳在安排 那就不行 如果說是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都是鼓勵病患要去運動 所以不是不行 是要適量 還是贏人而已 所謂的什麼誰是適量 對我來講是適量 對妳來講我們是果量 對 所以還是要因人而已 而且開始練核心 要不然練得跟真的一樣 裡面一直用力 然後覺得媽媽 媽媽肌肉越來越大... 一直在跟媽媽抗爭 所有健身器材都無罪 都是練得那個人有問題 我一個醫生朋友遇到一個 大概45歲左右的男生 他開始有一些肌肉鬆軟 他以前很懷念自己 曾經是個肌肉男友 胸肌 所以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就是他躺著會去撐槓鈴 那一邊20...加起來40 40有什麼了不起 好 就開始拉 拉那一下子 他就整個很痛 我想說可能還好吧 在拉第二下的時候 他完全上不來也下不去 就趕快找那個所有人來幫忙 他整一個不能動 他胸肌 他已經整個大片拉傷 然後肩頸也拉傷 因為他動都不能動 然後那個健身房的人 還全部用大的那個冰塊 冰敷 他整個被拉傷的地方 然後送急診去 然後打針讓他舒緩 他因為這個動作 隨便做這樣一個動作 然後休息了他 所以其實很危險 然後另外在健身房 會有很多的健身房 他會有一些的 剛剛提到有有氧課程或者瑜伽課程 那瑜伽曾經被排列 被排名為全 最危險的運動的第三名 他去接 瑜伽 不是伸展嗎 就是伸展嗎 有一些的瑜伽門派 瑜伽有不同門派 有些人很要求 一定要把腳抬到頭頂上 就是要求體位法 就是倒立 鴿子啊 對... 他一定要要求到那種動作 然後在這個要求這個動作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的暖身很不好 那就很容易拉傷 是以前常聽說練瑜伽意外受傷的 對 因為有些事只要柔軟 有些事要做到極致 來 郭怡 妳要報什麼料 來 我要講的是 現在一般人上健身房重 大部分都會犯的錯誤 第一個就是不熱身 對 不想請教練 但是又只練自己想練的地方 對 再來就是 這些事情會 收操也重要 大數抽到很重要 這些事情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可能會 譬如說有些女生 她就是想練胸肌 可是她忽略了背部跟腰部的肌肉 那就會變成頭重巧心 久了以後可能反而會造成 腰痠被通更嚴重 第二個是 有一些人她就是慣 譬如說她慣用右手 她就會不去做平均的分布 她一直在用右手施力 右邊的肌肉練不要強壯之外 很容易造成 原本已經有脊椎側彎 可能只是稍稍的脊椎不正 變成脊椎側彎 或是脊椎側彎更嚴重 因為像我們公司有一個機器 它是可以測身體的肌肉量 四肢跟虛感 我們就有發現 有部分在健身的人 他的肌肉量左右 真的是不平均的 這些通常都是 沒有經過正確的指導 那就會造成一邊的肌肉 一邊收縮 一邊伸展 兩邊不平衡 就會造成身體的平衡更失去 反而更嚴重 在做任何動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代償的現象出來 哪邊會需要彌補他一下 要撐他一下 幫他一下 兩邊沒有均勻發展對不對 對 要平均啦 其實 來 最後請問乾爹 不當的健身除了運動傷害之外 長久下來會造成腎臟的負擔嗎 我看過一個急診室的病人 這個病人是一個男生 38歲的上班族 他交了一個年輕的小女朋友 20 3 4歲的 那就被那個女朋友帶去健身房 那一般男生到達這種38歲 他就想要表現出來 給自己的女朋友看說 我還是很兇 30幾歲 38就叫年華老去 不是啊 他交往的人是24歲 他有壓力 交往23 4歲的 兩小屋猜 火力全開 對 結果他健身房裡面 一個半鐘頭之內 什麼都玩 而且都玩那種很出眾的動作 結果 我用力的表現了一個半鐘頭說 回家 小便變好險 血尿 他以為是他是可能沒有喝水 所以他是不是變成尿路感染 可是第二泡的尿還是血 所以他就跑到急診室來 結果我們一檢查起來 小便中不是血 所以他是過度 就平常上班族沒有在運動 你吐一下急球表現 造成一個橫紋肌溶解症 還好是因為 血尿看起來比較觸目驚心 所以他跑到醫院來看 如果他放任這個血尿 繼續的堆積在腎臟 這個雞蛋白卡在腎臟上 事實上可以把兩個腎臟搞壞掉 變成一個尿路症 這是橫紋肌溶解症 最悲哀 最可怕的一個結果 所以其實啊 就是說平常不在做運動的人 真的不要為了一時的面子 或者是求表現 然後那麼賣力 那這個東西賣力的結果 可能會把腎臟都弄壞掉 對啊 騎飛輪的也有這樣的狀況 對 來 副展科 沈憶欣 請補充 女生很多人有巧克力囊腫的問題 我真的急診遇到一個年輕女生 巧克力囊腫 對 或是子宮內膜異味 她那時候來急診的時候是種 劇烈就在健身房 被她朋友送來急診 她那時候直接在門口已經走不動 後來急叫救護車把她送來 那時候一照 她的右邊的卵巢 裡面有個12公分的巧克力囊腫 她自己不知道 因為巧克力囊腫是這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症狀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她長12公分的狼腫在裡面 她已經把她撐到多大一個 而且她是個3D立體面 所以她大概只能像 可能剩個拳頭這麼大 在重力加速度的時候 她就在騎飛輪了 她那一天說 她去飛輪 重訓 她去打拳擊這樣 她就飛輪完很快以後 她就是可能扭轉 她那時候就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那時候紧急扭轉 那時候就緊急來 那時候已經 就是時間大概已經有一兩個小時了 所以那時候就只要把 所以這邊要呼籲女生 其實巧克力囊腫的原則上 如果說沒有症狀 沒有不舒服 其實可以跟她和平共處 但是有一個關鍵就是 她如果大幅5公分以上 就是會建議 尤其是伴水如果有症狀 還是要去把它處理掉 原因就是因為 妳有可能有這個風險 這就是婦科的急症之一 而且年紀比較瘦的女生 比較有風險 為什麼 因為她裡面 所以妳的器官比較容易會晃動 所以她那時候整個扭轉 她就整個是卡死 妳如果在 她還沒有任何症狀去切除的時候 可以有 主要是看大小跟每個人的狀況 或許還可以保留 有部分的功能 但妳扭轉以後就是一邊就沒了 那個一定是整個結掉了 對 所以還是要跟女生說 運動適量 那也要自己的體質狀況為主 對 其實像我們骨科 復健科 其實比較擅長就是開運動處方前 因為我們主要就是會評估妳的體質 妳之前有沒有做過運動 或是沒有做過運動 妳有什麼關節炎 或是一些筋膜炎 我們會做整體的評估 然後開力建議妳做比較適合的運動 如果你不會運動 其實妳可以來復健科諮詢 其實我們會給妳很好的建議 在準備好好的去健身房 把自己的 毀天滅地 重新鑑定起來 18塊肌 我修正一下 把感動天地的 暗人肺腑的線條練出來 之前 先去復健科問一下 或許這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確認一下 好 第二個情報 你們要小心 封健身的時候 這幾個地方特別小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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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